就在今天凌晨 新北市三重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45岁的丁信妇人疑似喝醉了 摇摇晃晃的走到马路中央 倒了下来 却没有想到被一辆自小客车给撞上 还拖行了100多公尺当场死亡 而绕世的驾驶开车逃逸 被捕之后还变成说 以为自己撞到的是一包垃圾 接受其拍下 一名女子摇摇晃晃的从路边 走到马路中间随即躺了下来 好几台车被吓得急忙闪开 其中一台轿车闪避不及撞了上去 女子被卷入车底拖行 惨死街头 这里撞到人了 撞到人为什么不停下来啊 就到这里闯了大祸 肇事的驾驶带上安全帽 一句话都不说 还在三重三合路上 29号凌晨传出死亡车祸 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死者倒卧斜坡中 地上留下长长的拖行痕迹 画面触目惊心 根据了解 死者是45岁的丁信妇人 疑似是喝了酒神智恍惚 自己走到马路上躺了下来 由于当时天色昏暗 肇事驾驶阳性男子 买完宵夜准备开车回家 一时不差直接撞上了妇人 还将她拖行了将近100公尺后 逃离现场 以为她压到的是一个狗 一个动物 或者是说一包垃圾袋 那只是说她有拖行的现象 警方调悠监视器 短短30分钟就找到了肇事驾驶 将她移送法办 至于妇人为何会在大半夜的 自己走到马路上被撞 原因还要再查